人前可爱,人后猖狂,盘点三种欺骗性超高的动物,看看你有没有被骗到。 第三,海塔,圆滚滚,毛茸茸,海塔究竟有多可爱,在全球最可爱的动物榜上,排名第五,当然除了出圈的可爱颜值,俘获更多人放心的,还得是他们,十年如一日的呆萌的演技,他们见到人类会捂住自己的眼,会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,时间长了,眼睛没准,还能更上一层楼,配合大白做核酸。 嗯,我家弟弟真棒,此外,海塔们的睡功一流,为了展现谦和友好的一面,他们还会拉住彼此的手,在海面上睡觉,模样可爱,画面温馨,简直蒙翻了有目有,然而最近网络上,海塔被黑得很惨,比如这篇点赞七千多的文章,可怕的繁殖过程,海塔蠢萌的外表下,是生物圈的黑暗王者,还有这篇点赞三千多的,拥有长长的阴鲸骨,暴力致死的交配恶行, 海塔抓住虎杀想干什么,每篇还配上了照片,显得十分有理有据,这种清一色彩他们的文章,还有很多,文章下面的评论也一编导,这样都要打马赛克,有生物喜欢那种痛苦和刺激,海塔,一个可怕的物种,终于有比泰迪强悍的物种了,海塔这是怎么了, 从前,呆萌,可爱,人畜无害的超人气偶像,怎么就变成了,最令人不耻的强行繁殖范了呢,其实这不怪我们看走眼,只能说,这群水塔,太会隐藏自己了,呆萌的海塔,在私底下的交配过程中,不仅表现的异常残暴,还来者不惧,加州渔业的工作人员,有幸曾见到一只熊海塔的真面目,当时,一只年幼的海豹, 正趴在岸边上悠闲地晒着太阳,谁知一只熊海塔,鬼鬼祟祟地朝海豹游来,一个猛冲抓住对方,用牙齿咬住小海豹的鼻子,然后将其压在身下,涌动起来,这只恶魔熊海塔,最后将小海豹,活生生地给折磨死了,这种事情可不是个例,熊海塔对待同物种的异性,也是同样残暴,他们都喜欢咬对方的鼻子,有时,上头的熊海塔,还会咬住雌性的脖梗, 把他们的头岸在海里,强行发生关系,许多雌性海塔在挣扎的过程中,窒息而死,但熊性,不仅不会愧疚,还会在对方的尸体上,继续发现,他们的欲望为何如此旺盛,只能说,都怪熊性海塔,有一根长达15厘米的作案工具,不仅能长时间战斗,还能短时间内多次上阵,进行持久战,车轮战,不知道是哪位,动物界,老神医,把海塔的身体调理得这么棒, 谈点三种欺骗性超高的动物,高智商的章鱼,人后,究竟有多猖狂,章鱼竟也有鱼射崩塌的一天,如果不是互联网太发达,这谁能想得到呢,章鱼智商有多高,网上赞美的通告多的是,什么,无几追动物,智商天花板,甚至还有的大吹,章鱼三个心脏,九个大脑,每条触手都有思想,他们既然如此聪明, 又是怎么鱼射崩塌,身败名裂的呢,这一切还得从一场轰动一时的章鱼强迫案讲起,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帕劳群岛,海洋学家安隆和福塞斯,对一只巨型雌性狭水母章鱼,进行了两天半的观察,然而就在第二天,章鱼女士就被跟踪了,对方是一只雄性小章鱼, 只见这条小章鱼,鬼鬼祟祟的,在三个半小时的时间里,先后侵犯了章鱼女士13次,就在第12次结束后,章鱼女士试图反抗,打算抓住这个作案频繁的小家伙,不料却让对方给逃走了,或许是觉得不过瘾,跑了没多久的熊章鱼,很快又折返了回来,进行第13次作案,这一次,章鱼女士抓住机会,在交配过程中,把这只小章鱼杀死并吃掉了, 在这起海底强迫案中,也许有人说,死者熊章鱼,虽说多次白嫖,但也罪不至死了,你看娱乐圈那些猖狂人士,不也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吗,可是你知道吗,熊章鱼可不止多次白嫖,过程中还有强迫行为,熊章鱼的繁殖行为很奇特,靠挖鼻孔,让对方怀孕,他们有一条触手,专门从事这种工作,学名,交接外,外表的构造和章鱼身上其他触手,没什么不同, 但却和熊章鱼的膏丸相连,能将遗传物质转移到雌性体内,熊章鱼把雌性头上用来呼吸的洞,寻名红吸管,当作转移的通道,也就是说,雌性章鱼的鼻孔,还承担了繁衍后代的任务,于是繁衍行为,经常会让雌章鱼很难受, 而为了更大概率的繁衍后代,到了繁殖季,熊章鱼可不管这些,因此酿成了一场悲剧,也算是牡丹花死,做鬼也风流了, 温顺可爱,堪比微笑天使的背后,竟是海中色魔,盘点三种欺骗性超高的动物, 1. 海豚 海豚是对海豚科动物的统称,现存17属,近40种1米长的猪如海豚,与9.5米长的虎精,都属于海豚科,是大型海豚, 它们也是智力最高的动物之一,它们和人类一样,能够享受繁衍带来的快乐, 但它们繁衍行为却不是两情相悦的你浓我浓,而是雄性对雌性的欺压,为了享受快乐,顺便完成繁衍大计, 雄性海豚会形成一个团体,而且这个团体很可能会终生的,它们会四处寻找落单的雌性,对其一拥而上, 用身体撞击,用牙齿撕咬,直到雌性乖乖就范,因为较高的智力,接下来这群雄海豚就会一个接一个的欺负, 这只无力反抗的雌海豚,有时候为了获得加倍的快乐,一只雄性还会加入不同的团伙,进行高频次的作案, 此外雄海豚还是一种一年四季,白天黑夜,感觉来了都可以提枪上阵的家伙, 精力旺盛到,不但会追逐雌性,还会寻找其他的物种解决需求,甚至连人类都遭过毒手, 法国沿海城市兰德维内克,在2018年发布了一则公告, 如果在海湾看到海豚扎法尔,则禁止下水游玩,原因是这只海豚会骚扰游客,届时游客的人身安全将难以保障, 其实扎法尔一开始也不是这样,八月份之后,他突然性情大变,多次想要和游客发生些什么, 当时有动物学家认为,扎法尔之所以对人类存有他想,是因为他失恋了,患上了社交孤独症, 急需与异性交流来排遣寂寞,但是失恋了,找人类谈恋爱,甚至还想发生点啥, 这确实挺可怕的,其实除了找人类,海豚还会找一些海龟和小鱼,来娱乐自己, 他们会将小鱼的头咬掉,再用小鱼的身体,安慰他们孤独的内心, 甚至有时为了追寻刺激,海豚们找来活着的电门帮忙,享受电动的刺激, 不愧是智商最高的动物之一,因为种种突破下限的大尺度, 海豚甜美的微笑,也就变得不再单纯,它很可能存了别样的心思,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你还知道哪些人钱可爱,人后疯狂的动物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,咱们下期再见。